市民宿舍是來自嘉義市議會消息 曾嘉義市議會副議長貴民兵 19年議員選議黨中 因為違反共資金管三百塊 遭受到嘉義地坑歡迎破管動選部口 中選會日前公告有六選頭 不等於議員候選人李一甲提報 今天李一甲在嘉義市議會完成選事主席 強調自己會盡力歡迎市民的心聲 達成自己為民國務的理想 於勢力自成 克尊憲法 效忠國家 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職權 在各位的貴賓管內建政之下 不等於議員候選人李一德 在在議宿天裡面進行三四九屆 順利先為嘉義市議會第24位議員 因為嘉義市政府議長貴民兵 今年在黨府議員選議黨中 違反三百塊 破管動選不好定位 中選會公告有六選頭 不等這位議員候選人李一德提報 計劃高各位 才成為新科議員 李一德說自己一直都是以平衡心來看台 最重要是希望可以來露視自己為民國務的理想 一德這次有機會可以來地補上我們嘉義市第10屆的議員 一定好好的來做不負從政的初衷 也感謝所有的鄉親朋友一路的支持鼓勵送暖 我不會忘記大家的恩情 感謝 今天嘉義市小營支援會 特別來跟妳送花是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因為我是上屆的理事 也是本屆的顧問 很感謝我們理事長跟所有的會眾 領導幹部今天的這個歷臨鼓勵謝謝 整個是一個民主程序嘉義市是一個民主勝地 我們一直覺得在府會關係當中 有經由大家共同的努力 因為民眾都在看 這是一個共同來為市民來努力的地方 我想市政工作也需要議會的監督指導 給我們更多寶貴的意見 我想李議員他雖然這半年他現在進來 但是他長期在基層社團都有在經營 所以我們想他其實是了解民意 在這裡反應民意 我們隨時也會跟他做最好的溝通 張市長又入了李議員 現在就讓南華大學興入管理學的管理科學 博士班也曾經在嘉義大學 南華大學來登任江蘇 他的老伯李漢林是電影上真有名門的人 當時來自信公約參與包括經營會 李宵在來頂頂的費營利組織 李議員就說自己參選的動機 是因為看到少年人口外流很嚴重 未來他希望讓他在地的文化和觀光 可以結合大動自己的經濟 讓少年人可以回到自己 最近我們就在中央九嬸 和一起彩虹報道